少此話讓不少國小面臨到 找不到學生的窘境 位在彰化八卦山的同安國小 因為地處偏遠 103年新的學年度 竟然連一位新生都沒有招到 就算校長自掏腰包 免費送筆電 還有學雜費跟制服也都通通免費 還是找不到學生 老師教室裡開始上課 不過仔細看看這個班級 算一算只有三個小朋友 一年級的這一班還算人多 三年級的班級裡 居然只有一位男學生 男同學校說 考試的時候自己就是自己的對手 彰化紛圓的同安國小 目前全校只有26名學生 更讓校方頭痛的是 新的103學年度 竟然找不到新生 校方為了吸引周邊的學生來就讀 寄出送筆電 制服和免費雜費 不過新生的報道率還是零 要到園林就讀也很方便 或者是說他要到社口也很方便 或者是說他要到那個草屯 那個家長可能考量到他的就業問題 所以我們今年就是真的 校方表示同安國小會在彰化八卦山上地處偏遠 不過臨近周邊草童和園林兩大鄉鎮 家長擔心教育資源差度是一節 寧可把孩子送到較遠的學校 加上少子化 這所偏鄉學校恐怕命令被裁測的命運 我們希望能夠延續這個教育的本質 教育的本質不要給它中斷掉 因為一所學校怎麼要建立到事實上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困難的 我們不會輕易來做這樣裁兵校的一個政策 那其實我們也會有一個委員的機制 希望能夠來做慎重的評估跟一個延商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其他學校 像是南投水里的新興國小 去年九月才啟用新校舍 不過新學期同樣找不到新生 台中和平區的白冷國小 從往年三百名學生降到全校只有二十五人 雖然各縣市的教育局強調 不會輕眠病校或裁病 不過批女學校找不到新生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不是得力求轉型 就是不得不得面臨被裁病